- 俗话说得好,仅有银食,这句话在科技圈同样适用,9月份,除了要发布三款新iPhone,两款全新ePad Pro全新AirPods, 并公布AirPower无线充电,整的价格和发售时间之外,还带来了新一代Apple Watch,Apple Watch Series 4概念图具外媒给出的最新消息,Apple Watch Series 4将采用全面屏的设计风格,边框被大幅缩窄,屏幕线市面机箱比老款,可以增加15%,另外,新Apple Watch Series 4新增了健康和健身功能,市航也会有所提升, 并且目前可以决定的是,即将兼容目前的表带,最近有网民发现,苹果日前将至少14款表带从官网移除,亦有不少表带被列为受请, 有分析认为,苹果日前将特定销售表现不佳,的表带款式进行开换,因此预计现有运动型表带,运动型表带,尼龙志文表带,经典扣式表带,米兰式表带,表连带等款式都会维持销售, 之前欧亚经济数据库信息显示,Apple Watch Series 4有6个型号获得认证,但相比上一代来说减少了两个,最大的可能是苹果将放弃堂柜的陶瓷饭机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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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